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、FB、Twitch、BB、Discord 好 今天在天地結尤城在領的微星官方公告了這次的英靈 這個國師巴艾爾 那看起來就是火系的英靈齁 不知道是不是火系咒師還是火系俠客 好 不知道 好 那他是技能國師齁 他跟允家同為占星師齁 那兩人在占星學院 原來有占星學院這件事情 成為好友 總之這兩個人就是走向不同的道路 好 然後 不過那個時候在看NPC的國師 他的招式有點像曹沁 很像曹沁的感覺 好 哇 這是同仁作品 同仁作品 這是同仁作品 不過他這次 上次出允家嘛 這次出國師 所以感覺 祖先應該快要開新的才對齁 好 這是主要的 這是英靈齁 好 另外一隻 好 另外一隻就是這個 他這什麼名字啊 我忘記了 好 我想起來了 就是那個完顏獵 完顏獵 完顏獵 這是這兩個英靈齁 滿好奇 這個完顏獵 不知道 他會不會一直召喚 召喚那個 怪物幫忙 幫忙打齁 好 那 這是這次的 兩位新英靈齁 那應該是明天會公告 這個完顏獵的 的 的 生平之類的吧 好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 天獵五劍齁 未接會上線 然後 大概 下一次改版應該就會有了 應該是70階 應該會到70階 好 那 有增加一個全新的系統 然後這個是用 音鍵屏 11跟葛宇1 去做那個 突破 然後 現在的活動是 一鍵破雲啊 那可以看到 音鍵屏可以拿到 一個很奇怪的動畫 不是說奇怪的動畫 就是一個 那個 很帥的動畫 那個既視感 很像那個鬼面子的 好 那 新英靈就是剛才兩隻齁 歡迎烈跟那個國師 好 那今天的情報就到這邊了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Twitch 啪哩啪啪 還有幾次喔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